正经关不了 关不了正经 愿大家平安 再一次跟大家分享圣经上的提醒 每天彼此勉励 圣经上说 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 因为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 老练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而且圣经上神的话 上帝告诉我们说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使不苦干 希望大家无论得时不得时 无论光景如何日子如何 要常常保持喜乐的心 我身上好几个官司 我每天还是一样装孝伟 每天还是要开开心心 因为圣经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而且大家不要太在乎眼前的事 你知道上帝连一只路边的麻雀都养活 更何况我们这些人是 耶稣用宝血重价买回的呢 很多人在生活上可能面临很多的压力 在这个时候不知道贷款钱怎么还 房租怎么还 明天的日子怎么过 我应该这样说吧 我们从世俗的角度来看 欢乐啊没乐意 我们过一天算一天 洗澡洗澡 五日再来煮很急腾 我不是叫大家放弃责任 而是说圣经上有告诉我们 一天的日子 就是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 明天自有 明天的难处 不用太起人忧天 每天开开心心的 平安喜乐的度过今天 把握当下 这是圣经的话语 也是很多先生先贤 给我们的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 所以祝大家平安 然后心里的喜乐 才是真正的良药 好其他的呢 就交托给上帝 我觉得烦恼 并不会解决问题 保持喜乐乐观的心 问题总是会在最后一秒钟 迎刃而解 我们回顾我们人生经历的 很多惊涛骇浪 不正是如此吗 所以跟大家互相勉励 无论如何都要平安喜乐 今天我们还是要谈论文门 还是要谈疫情 疫情这件事情 我实在是心里面很多的纠结 我实在有点不想谈 因为我怕谈太多 会让大家觉得 生命失去盼望 骂这个政府 骂了也没有用 大家会觉得 就无法平安 无法喜乐 不过也不是这样 因为我认为 大家的力量 重视层层就会改变政府 如果大家都袖手旁观 只管自己 只管自己的门前血 那这个问题 我觉得 就会不断的循环 今天是民进党执政 民进党这样搞 过一阵子可能是在野党翻身了 在野党执政 不知道是哪个在野党 他们一看民进党当时这样搞 洋网军 天天说谎 摆烂 然后用各种手段限制民众 然后惩罚民众 惩罚讲实话的人 做大内宣 做大外宣 砸钱 花掉了几千亿的钱 不是去做疾病的防治 这个COVID-19的防治 去做大外宣 大内宣 花了这么多的钱 几千亿到现在 五千亿吧 这个数字还有隐藏的 连个疫苗都不知道在哪里 我要跟大家说的 现在拿到的这些疫苗 比起两千三百万人 两千三百万人当中 按照正常的国家 至少应该施打七成以上 就说这里面可能有 很小年纪的小孩 但可能不太适合施打 至少两千三百万人当中 应该要有一千六百万人施打 才会做到所谓的 公卫学家认为的群体免疫 一千六百万人施打 如果正常情况下施打两剂 是要三千两百万剂 我们现在每天都在那边 做大内宣 哦七十剂哦五十剂哦两百万剂 七十万五十万两百万 你统统加起来 台湾到目前为止 该打的人 不是该打 该打是不大分钟啊 该打疫苗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还差得远 所以这条路还非常非常的长 好 我们来看看这则报道 这则报道是说 现在日本呢先前捐赠我们一百二十四万剂的AZ疫苗 美国加码捐赠两百五十万剂的莫德纳也到位 这些加一加 距离我们要的 我们要的三千六百万剂 还差点远 可能只到达了十分之一左右的门槛 好 这个情况呢有舒缓蔡政府的压力吗 没有所以这篇文章也是一个半宣传的文章 好 现在这个文章上说 据了解在每日两大批外源疫苗力挺下 至少可以到七月下旬 国内疫苗供应都不成问题 这摆明的是假新闻啊 怎么会不成问题 现在五十岁四十岁三十岁的人 通通不知道要排到什么时候啊 疫苗不是打了没有的问题 是什么时候打 是敢在最需要打的时候打 不是一种病毒变种了变成下一种以后 再给你打上一种病毒的预防的疫苗 不是这样的 不但要on time 还要in time 而且不但要打 要打对 还在时间的 对的时间打对 不是说打了就好 好 我们再往下看 现在呢 府院有共识 说呀 国内疫苗既然不成问题了 一直被在一朗锁定猛打的国产疫苗上路时间呢 确定会往后延 放这个消息的人一看就知道 就是心虚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所有的高官都打了 他们不在乎啊 第二个 国产疫苗出不来啊 我早就说它是个幌子嘛 很多人不相信了 1450战我早就说过了 但有些人看法跟我不一样 有些人觉得会出来啊 但是是什么时间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 这从头到尾我认为是一个幌子 国产疫苗的研发啊 与其说是为了这个防止 COVID-19的蔓延 不如说是炒炒高端的股票 我从头到尾的观点都是如此 于今看来 我的看法越来越接近事实 如果真的是为了疫情 那是非常急的事啊 不是要EUA吗 不是要紧急授权吗 不是要跳过第三期吗 因为疫情如烈火燎原般的扑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反扑 所以要打疫苗要快 你想想看 疫苗打下去 两剂间隔21天28天 再等个15天 意思就是说我今天打疫苗 我要确定疫苗有效 我讲的有效不是说 科学上或者生物性上的有效 而是说 效期上的有效 我至少要一个半月后 才会比较安心 那现在如果是七八月 没有问题 再加一个半月 不是到十月吗 所以这看起来 这整个炒作的过程 根本就不是为了国民的健康 它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明天的股票 所以我一直这么讲 1450817都说我在胡说八道 你今天看看是不是真的 现在府院达成共事 说一直被在野党锁定猛打的国产疫苗上路时间 确定会往后延 还不忘这个回头到达这个 这个在野党一爬 说被在野党锁定猛打 这个不只应该猛打 这根本就是一个大弊案啊 我们再往下看 陈时中呢 不是陈时中 陈志中 他们两个是孪生兄弟吗 陈志中我讲错 陈志中呢稍早公开主张说 应该以日元的就是日本给的这些疫苗为主 在加购这个莫德纳 国产疫苗照做但不急着上路 没有错 这是正确的做法 就是我从头到尾 并没有打压台湾的生技产业的任何意思 台湾能发展疫苗就去发展是对的 但是缓不济急呀 更不能够因为说 现在有急用就跳过了安全的所有的管制 所以这个做法是对的 现在赶快加购疫苗 Pfizer Moderna 我都赞成 我觉得AZ 我不同意 我从头到尾的观点都是这样的 而现在看起来 因为打AZ 疫苗猝死的比率高到全世界都觉得 这怎么会这样子 而只有台湾的疾管局 台湾的卫福部不在乎 欢迎 把人家买买了 把人老买 老乌买了 就是这样的心态 这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厌恶 非常气愤 台湾的政府的这种心态 好 那么 接下来 这样的做法是对的 就是说我们要赶快加购 Pfizer Moderna 这两个到目前为止被认为是比较优质的疫苗 让台湾人民有所选择 如果有些人打死不愿意打 他有他一套理论 那OK呀 没有人可以强迫任何人打疫苗 但是总要让那些想打疫苗的人可以打吧 如果这个这是一个我觉得基本的 人权 医疗人权 好 那台湾的生地产业呢 也不应该就此牺牲 所以你们要做 你们慢慢做 按照SOP好好做 不要跳过 因为这 这不是做白老鼠 这不是白老鼠的药 这不是兽医的药 这是人命关天的事 所以这样的讲法 诚实中不做 诚挚中说 这是对的 好 来 这件事情 代表什么 大家想想看 我们用人性来判断 我在两个礼拜前 我不是抛出了一个大独家吗 我到今天还是斩定截铁的告诉大家 蔡同学的手臂 当然不是留给国产疫苗 你用膝盖想就知道 而且你用左边的膝盖 还不要用右边啊 你用左边的膝盖想都知道 各位 你用人性来判断 今天台湾的高官 哪一个不是争迁恐后的去打 连总统府什么丁移民啊 那些什么前发言人啊 行政院的前发言人啊 很多都去打了 来 我就问一件事情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 台湾现在第一个 有能力出国的人出国去打了 我儿子同学 他说他们同学很多的小孩的父母亲都在国外 就是他们有的从国外回来的 他们说这些同学大概有一半以上都已经出国了 有能力出国打的人全打了 另外不是没有能力 而且有些人没有办法出国 在短时间之内可能工作的关系 但是在台湾 我这么说百分之百正确 有关系有后台有管道的人全都打了 不只是好心肝 好心肝坏心肝没心肝都一样都打了 各大医院的医疗体系 他们都想尽办法让他们的家人亲属 用各种方法都塞到名单当中都打了 我讲的是事实 那么我请问 全台湾最有权势的人 他不怕死吗 全台湾最有权势的人 他不打吗 这样看就好了嘛 答案很简单嘛 现在找不到台阶下 开始说 这个国产疫苗呢 要先也要延后 国产疫苗延后他不怕呀 因为他打过了嘛 他说他把他的手臂留给国产疫苗 他没告诉你他哪一只手臂要留给国产疫苗啊 然后国产疫苗弄个半年一年后我问世 到头来他有两个选择嘛 一个打生理食言水 另外一个 我们他现在他三个月前打的疫苗也过期了嘛 那时候再打加打疫苗 没事 但是演戏完了以后呢 再回到这个自己的官邸 那个 藏这个 This is a note 那个题目不一样的黑皮书的那一本 论文的地方的相规再去打另外一记 看是Moderna还是Pfizer 这种八点党歹系脱棚的烂系肥皂剧 总统府 不要再演了 人民早就已经看穿了 我现在我就站1450跟817 全台湾有权势的人 有管道的人到今天为止 全部都打了 只有少数一些人可能年纪大 有风险 前任不大家都在站什么连战打的 谁谁谁打的吗 其实我觉得就卸任元首 跟卸任这些 呃台湾的这些政府高官在内 他们要打我没有什么好谴责的 卸任的元首副元首本来就有一些礼遇嘛 喜欢他不喜欢他政府都给他一些礼遇 就像蔡同学卸任之后 除非到了监牢里 他不是除非啦 他一定会到监牢里 在他还没有到监牢里之前 他也会接受礼遇啊 就好像配这个配车配保镖一样 这是题外话 但你可以从这件事情看得出来 台湾只要有钱有权有管道有本事 全部都打了 用尽各种方式都打了 台湾最有权 的人 蔡同学 他会没打吗 特勤中队的所有 随护通通都打了 唯独蔡同学不打 你觉得可能吗 所以我再讲一遍 不要再演这种歹戏了 你自己打了疫苗 所以你当然你没要没劲嘛 你是不准嘛 你不准嘛 你不准嘛 你不用担心嘛 所以对其他2300万老百姓 现在打的人不到十分之一 远低于十分之一 他不在乎 右党高 右党这个郭台铭左党 慈忌 然后上党这个吕副总统 下党这个县市长 这是什么样的政府 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我可以认为你 打击一年 然后来看 想要看 你们可以留在那张的力量 那么 daily 只能拿我的振 blir 因为我将没怎么办 因为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可以认为你 i know we'll find a way to make it right 'cause i believe in you i know your impulse is to go alone chasing after a better view together we will take this open road cause i believe in you pack up your things because it's time to go we'll take this holiday me and you each morning i'll wake up and laugh the way i believe in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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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t to know if you will stay well deep in your eyes i see the truth i believe in you i believe in you i believe in you i hope in you i know we'll find a way to make it right 'Cause I believe in you 正經關不了 關不了正經 好還是那句話要大家在歡樂中也要歡歡喜喜 要有一點這個戰鬥意志 所以我們來 聽一下 我們來彼此打氣一下 好不好 來要唱什麼歌呢 唱唱笑歌 哪一首笑歌呢 有點戰鬥氣息的 來我們唱一下《讀你》好不好 讀你千遍也不厭倦 《讀你》的感覺 Bloody hell 你的白目指尖 索著我的愛戀 你的英文指尖 留著我的屋顏 你的欺騙行動 左右我的視線 你的意在腳邊 賭你千遍也不厭倦 賭你千遍也不厭倦 賭你的感覺像三月 私自的教授 封存的檔案 Bloody hell 賭你千遍也不厭倦 賭你的感覺像春天 消失的筆電 一個斑駁是Bloody hell 你的白目指尖 索著我的愛戀 你的英文指尖 留著我的屋顏 你的欺騙行動 左右我的視線 你的意在腳邊 你的意在腳邊 賭你千遍也不厭倦 你的白目指尖 索著我的愛戀 你的行文指尖 留著我的屋顏 你的欺騙行動 左右我的視線 你的意在腳邊 賭你千遍也不厭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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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研發現在被證實說 好像打跟沒打沒差嘛 原因是因為越來越多變種的病毒 第三個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覺 我覺得第三個是對的 因為病毒啊它真的會在變種 它這個正是物盡天責嘛 這是達爾文進化論當中 某一半的我可以接受的部分 就是物種真的會進化 但是化物種之間的進化 這是我沒有辦法接受達爾文的進化論的原因 如果按照達爾文的進化論 那今天我在地上隨便採了一隻蟑螂 這蟑螂可能是我三隻公的 離親的阿嬤的外祖母的這個遠房親戚 對啊 因為如果按照達爾文的進化論 那這些蟑螂 它跟我在最遠古最遠古 都是有什麼 什麼草履蟲什麼奇奇怪怪的 對不起喔 生物念的不好 從奇奇怪怪的東西 開始演化演化演化出來的嘛 有一隻變成蟑螂 有一隻變成我 對不對 我知道1450你很開心 你就是蟑螂 對啊我就是蟑螂 對不對 我是棚狼 我是蟑螂 好 好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就是病毒是一定會進步 會演化 因為它也要活啊 所有的世界上的生物都學過蔣介石的話 對不對 什麼這個創造宇宙即起之生命嘛 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即起之生命 生活的目的在增進蟑螂全體的生活 對不對 這個是所有的生物 連植物也一樣 拼了命的繁衍 拼了命的 讓自己的基因可以留在這個世界上 好 所以 病毒是一定會 一直不斷的演進 其實這沒有什麼稀奇 從過去到現在流感 所有的這個 病毒都是一樣 有的被消滅 像SARS被消滅 可是不要忘了 他過一陣子鞏木奇兵 他又復活了 很難講 所以人類未來 要面臨的疾病上面的問題 一定是越來越多 越來越棘手 聖經啟示錄早就已經說過了 有點興趣的人可以去翻翻聖經 除了創世紀告訴我們 我們是怎麼來的 啟示錄會告訴我們 我們將怎麼走 寫得巨細迷移 你不得不讚嘆 這不是人的手筆 因為每一樣預言都應驗 那我們接下來看看 所以人類將來的生活 我自己的看法是 離不開口罩 但這也不用什麼不好 我覺得 勤洗手 然後手不要摸 嘴巴不要摸五官 然後在人與人的 的這個連結 比較頻繁的地方戴起口罩 這不是壞事 尤其現在PM2.5 這些 這些就是空污的問題 這個戴戴口罩沒什麼不好 好我們回到這個話題 的正題 有一篇文章在網路上流傳 那我一看就覺得 哎呀記者真的要學統計呀 記者真的要學研究方法呀 記者真的要學邏輯呀 我們來看看下面 這個標題是說 以色列疫情反撲 感染者一半是孩子 打疫苗也難逃 這是標題 以色列是全世界 接種疫苗比例最高的國家 到今天為止 最新的數據是 他們接近80%的人 都打完了兩劑疫苗 80%喔 台灣呢 8% 的8%都快打不到 好我們再往下看 但是這則新聞有點在帶風向 他的意思是說 哎呀打疫苗也不好啦 你看那個以色列還是一樣 感染者一半是孩子 這件事情 各位有沒有覺得很好笑 各位有沒有想過 全球的孩子都還沒有打疫苗啊 現在在美國在以色列 美國是開放最多的12歲以上啊 以色列也是啊 前一陣子才開始開放15歲以下12歲以上 所以 絕大部分的孩子都還沒有打疫苗 所以感染者一半是孩子 有什麼奇怪 這句話恰恰告訴我們說 沒有打疫苗的人啊 是暴露在高風險當中 這個東西拿來說明疫苗無效論 我覺得啊 是畫錯了重點 再來打疫苗也難逃 我們來看看這篇文章是怎麼難逃 好 在全世界人民期盼著疫情結束 摘下口罩的時候 今天一個令人心涼的壞消息傳來 以色列全球公認接種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上週剛剛取消室內口罩令 本週就立即迎來疫情的反撲 根據以色列時報的報導 今天 那是6月23號的事啊 已經是該國連續第三天增病例過百 打破近兩個月來的最高紀錄 破百啊 也沒有很嚴重 我講句實在話 跟台灣就差不多 台灣的疫情如果比起全球來講也不嚴重 但是以色列已經做好了準備 台灣嚴重的問題不是說一天破百兩天破百 台灣嚴重的問題是破百之後 還束手無策 不知道明天將如何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以色列的問題在這裡 他說 值得警惕的是這一波爆發的三大特徵 都叫人不寒而栗 我們來看看到底是哪三個 第一個 約70%的新增病例都是Delta變種 這個確實是很令人擔憂的 Delta變種的病毒 因為病毒剛變種 所以前面打的疫苗沒有辦法去證明 剛剛出來這個Delta病毒到底是不是很有效 我覺得Delta不夠 就數據不夠 所以要保持高度的警覺 但是可以想見的是說至少我們打了這個疫苗 對於Delta以前的這些變種 未變種的病毒來講 目前看似有效的 那Delta 會不會就完全沒效呢 我們不知道要等一陣子看數據才知道 因為我教統計 教研究方法 我Always 信奉一句話 Give me numbers 給我數據 其他免談 其他講什麼推斷 什麼天空很希臘 那個都是 人的感受 科學 拿講究證據 蔡同學 手臂有沒有打疫苗 講證據 對不對 寫清檢測一下 才是證據 好 不要在那講的有的沒的 我不打 我留給這個 手臂留給這個國產疫苗 全台灣最有權勢的人不打 但是台灣所有有管道的人都打了 你覺得有這個邏輯嗎 這個邏輯通嗎 好我們再往下看 三分之一的 他的說 第一個 70%新增病例都是Delta病種 這個要小心 第二個 對不對 一半的感染者是兒童 各位要知道 兒童都沒打疫苗 所以 假設 全部的感染者都是兒童 那就證明什麼 證明一件事情 沒打的倒霉 打的有福了 對不對 我現在在講 研究方法跟統計跟邏輯 所以一半的感染者是兒童 這個更證明了一件事情 沒打疫苗很危險 當然 兒童適不適合打疫苗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如果一半的感染者是兒童 我會立刻跳下一個比較粗糙的結論 就是 兒童都沒有打疫苗 有一半的感染者是兒童 我們應該嚴肅的思考 兒童感染的原因是不是因為沒有打疫苗 而不是說打疫苗沒有用 這完全是畫錯重點 第三個這則報導在群組中廣傳的另外一個 有三分之一的感染者 已經接種過新冠疫苗 好 這句話 已經有三分之一的人接種過新冠疫苗 哇這句話在群組中疯傳 大家就覺得很絕望 打疫苗沒用 打疫苗沒用 本來在台大教過二十年的統計研究方法 我印象中我幾乎沒有一年停開 就是每一年就會都開 不管上學期或下學期 誰教了二十年的統計研究方法 台灣很多大師啊 但是每年都開課的 就是我啦 大概也不多啦 除了統計系以外 很多人因為為什麼教統計 大家不喜歡教 因為枯燥 就說教數學嘛 誰喜歡 然後在新聞所 在我在台大新聞所 我們我們所上全部都是文青啊 每天都在談天空很希臘 我教他們研究方法教他統計 也一半人在打呼 對不對 一半人不打呼 那是因為他們睡覺不打呼 所以我教的很辛苦啊 再加上系上的老師全部都直化的 他們有點反對量化 所以在這個吃力不討好的情況下 但是我堅持 二十年來我堅持研究方法跟統計 必須是必修 很多人都不以為然 我告訴各位 證據在這裡 一個記者如果沒有修過研究方法 跟統計就會寫出這樣的文章 我們再往下看 他說以色列全國將近60%的人完成兩劑接種 絕大部分打的是輝瑞 他要證明的是說打了也沒有用 因為三分之一感染者 都接種過新冠疫苗 好了開始小考了 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們 這則報導在數字上有哪裡出了問題 他的數字邏輯上哪裡出了問題 我先不揭曉答案 你知道他哪裡出問題的請加一 好吧我來小考一下看同學的利不厲害 我剛剛講到這裡 他說三分之一接種的人 就是感染COVID-19的人當中有三分之一都打過疫苗了 然後60%的全國人口打了疫苗 60%的人口打了疫苗 可是感染者當中仍然發現三分之一的人都是打過疫苗的 這個報道要用這個來證明打疫苗沒什麼用 錯在哪裡 知道答案的請加一 わかり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 心拍せ うんざんや うん第 寫二 好 如果一超過二 我就不講了 就是知道的比不知道的人多我就不講了 好 那看起來不知道的人會比較多一點 我就來說明一下 剛這數據我們要記得一件事情 所以我下了一個結論是 記者要學研究方法 記者要學統計 記者要學邏輯 好 剛才我講嘛 一半的感染者是兒童 你別忘了兒童都沒有打疫苗 12歲以下的兒童都沒打疫苗 所以一半的感染者沒有打疫苗 這正好證明了一件事情 沒打疫苗很危險哦 第二個推論 我們繼續往下看 以色列現在兩劑都打了的 接種者的比例是78% 網路上查的最新消息 但根據這個報導 可能沒有很update 沒有及時 他說是大概六成 好我們就抓六成 以色列的人口是900萬 900萬的六成就是540萬人打過 360萬人沒打過 這樣講對吧 好 再來以色列呢 有三分之一的人感染者是試打過疫苗的 我查了一下以色列到目前為止 感染到COVID-19的人是84萬 意思就是說全國900萬裡面有84萬人感染過 也就是十分之一左右感染過 好我們先不談 84萬人感染了COVID-19 根據這次報導說其中三分之一是打過疫苗的 來 84萬的三分 84的 84萬的三分之一是28萬 意思就是 有28萬的人是 既打過疫苗又感染到的 我們先不談先來後到的順序 或者是什麼時候打什麼時候感染 先暫時把這個東西先 因為我們無從得知嘛 暫時認為它就是一個常數沒有什麼變 沒有什麼影響力的常數 好 三分之一的感染者打過疫苗 意思就是84萬裡面的三分之一 就是28萬的人 是既打過疫苗又感染 對不對 那 84-28 剩下56萬的人 代表什麼 就是56萬的人是感染的人 這些感染的人是沒有打過疫苗的 好像數字應該蠻清楚的吧 來 我們做結論 結論是什麼 打過疫苗的人 又感染COVID-19的人在以色列是 540萬分之28 意思就是 約 5%的人 是 打了疫苗 又感染COVID-19的 而沒有感染 沒有打過疫苗 卻感染了COVID-19的比例呢 是 360萬 因為沒有打過疫苗的人是360萬嘛 那麼 這些人當中感染的比例是56萬 所以沒有打過疫苗感染了COVID-19的人的比例是16% 打了疫苗感染是5% 沒打疫苗感染是16% 你們覺得 該不該打疫苗呢 意思就是 沒有打疫苗的人感染的機率是打過疫苗的人的3.2倍 這個結論怎麼可以說是疫苗無用呢 我不去爭執疫苗到底會不會有副作用 我坦白講我不知道 因為很多東西的副作用是Delay Effect 可能過一段好長的時間才發現 或者是一個Interaction Effect 或者是一個Delay Interaction Effect 所以Interaction Effect 就是說可能後來發現說打過疫苗的人 假設他有一個什麼什麼特別的什麼情況之下 他會有一些風險 會有後遺症 我們不知道 或者是他打了這個疫苗之後 可能過了幾年之後 他又打了什麼疫苗 會發生什麼樣的交互作用 這個不得而知 沒法知道 那另外還有一個東西叫Delay Effect Delay Effect就是說 現在打了疫苗沒事 可能過了三五年後 我常舉的例子就是抽菸嘛 在30年前沒有人在質疑 抽菸有問題啊 大家都在抽菸啊 那時候香菸上也沒有寫警語 可是抽了30年菸等慢慢累積之後 出大問題了 在香菸上面補警語已經來不及了 好 所以這個事情告訴我們說 如果你沒打疫苗的話 在以色列的情況 你感染的機率是16% 你打了疫苗之後 在以色列感染的是5% 所以怎麼可以推論說 打疫苗沒有用呢 打疫苗 比起沒有打疫苗的人 應該倒過來說 沒有打疫苗的人 比起打疫苗的人來講 感染COVID-19的比例是3.2倍 我純粹就數字 談數字 進段廣告之後回來 我們要談論文門了 最好 我已經看到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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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唱這些歌 自娛於人嘛 對不對 雖然我唱的不怎麼樣 但比大笨鐘真的好太多了 我都不騙你 我要是大笨鐘 那種嗓門敢去大巨蛋 小巨蛋 我真的是 真的 唉 你從他那個嗓門去大巨蛋 你就可以 小巨蛋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人到底知不知道 什麼是好 什麼是不好 什麼是對 什麼是不對 唉 這一段很經典 我沒有要打開 但是 各位想想看 當全球都在 邊境篩檢 普篩 正在想各種疫苗的採購 像以色列超前部署了一年 那個時候我們的大笨鐘在幹嘛呢 來 我們再來看看 他上小巨蛋的演唱會的畫面 我們節錄一段 我實在是有點生氣 來 看這一段 你也不知啊 社會錯人 聽你台上無部長 啊 中大高 在電視 我每天兩點就看 他說那三日 我就愛到他 多三日 林確診 這是吧 對張高 哪些人 公宿 勞公客 替你唱 替你唱 替我 你說嘛 如果唱得好的話 去唱唱也就算了 唱成這樣子 他的正式是什麼 他的正式是要趕快做邊境篩檢 趕快去採購疫苗就要把他去唱歌 那街頭藝人 的正式是什麼 街頭藝人的正式是唱歌 我們這些街頭藝人不唱歌 每天在批評時事 對不對 還被告 這是有什麼天理啊 沒什麼天理還是要聽一下 來 相讓昆陶 比較一下 看大笨宗唱得好 還是街頭藝人唱得好 相讓昆陶 解台風 不是 Yoshioi 可以開始 做朝天的姐姐 那些人呢 離開 有什麼天理 都形成很大 這是我 一年花一個天理 哪些人呢 不怕 可以開始 為著你 什麼歌是 歌漫兆 為著你 剩刀漫歌 歌漫喀兜 剩人的頂 換換你的水影 換你的情 換你的英雄 賣才娘 剩人滾到哪兒裡 也沒笑看 面皮卡到哪兒裡 也沒地暖 你是我 你是我 這堂的軍艘 也是我 甘苦的作歌 為著你 什麼歌是 歌漫兆 為著你 剩刀漫歌 歌漫喀兜 剩人的頂 換換你的水影 換你的情 換你的英雄 賣才娘 我 甘苦的作品 好 覺得大笨中 覺得街頭藝人唱得比較好的 請加一 覺得大笨中唱得好的 請加二 覺得街頭藝人唱得好的 加一 大笨中唱得好的 請加二 加二的同學 我送你一個大笨中 好來 論文們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一個很哲學性的話題 我可以告訴大家 大家覺得我們是在吹哨子壯膽嗎 沒有 我告訴你 國安局動起來 他們真的很緊張 加速的去要查我的很多東西 這個我其實我都知道 因為有個東西叫高科技 你的很多資料被查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透過高科技了解 有人在非法侵入諸如此類 他們緊張 因為他們又開始對我下一些動作 不過無所謂 我再說一遍 而且我的夜晚比這些蔡同學這些人的大白天都還要來得亮 所以他們白費心機了 我們今天要談的是 海外斬釘截鐵的 今年 今年 一定會論文門結案 那麼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本來已經在運籌帷幄 現在英國又比較緊張 所以呢 我們一定會有一場 轟動無臨 驚動萬高的記者會 這個記者會的地點是要放在北極還是南極還沒決定 時間也還沒決定 但是一出手便知有無 會把所有宇宙政經學院的先賢們所收集到的資料 攤在陽光下 好 那麼 我們先稍安勿躁 所以各位同學不要擔心 現在在英國的部分 各位也知道 英國的倫敦大學跟英國的 ICO 已經前驢技窮了 現在能夠做的唯一件事情就是拖 一拖天下無難事 好 今天我們來談了一個 在網路上很多論辯的哲理的問題 你知道在海外 論文門現在正在延燒當中 海外的喬社各位知道 長期以來壁壘分明 台灣派跟中華民國派 那壁壘分明老死不相往來 可是現在有很多對話了 我覺得不是壞事 真的不是壞事 要高舉公義 公義使邦國高舉 這個比較重要啦 政黨來來去去啦 而且妳看很多政治人物 一下這個黨一下那個黨 妳說妳挺政黨妳在挺誰呢 那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 妳講蔡同學就好了嘛 從小到大受黨國奶水的栽培 2004年為了要當不分區立委 所以加入民進黨 妳說她是哪個黨的 這我也搞不清楚 好 那但是我現在知道 她是金光黨的 那我們來看這個 呃問題很嚴肅 在海外現在在論文門上面 很多人開始又談論了 因為證據越來越多浮現 妳知道在選前 就我講的是 2020年的總統大選前 海外包括台灣教授協會在內的一些人 各位還記得嗎 那個什麼拿出來 什麼李中志啦 什麼陳時分啊 翁達瑞這些人 拿了一堆假資料出來 然後要出來這個移花接木 可是很多人啊 選後就不講話了 就不敢再對論文門做任何的發言 因為他們有兩個原因 一個目的已達成 已經騙到了選票 另外一個 不敢講話了 因為 沒法辯駁了 現在呢在海外 在繼續為論文門辯論的人 護衛的人 他們已經沒有辦法回答所有的問題 但他們只有一種統一的發言的方式 就跟1450817一樣 倫敦大學都已經認證了 那妳要怎樣 你們講的都對 假的沒有論文 但是倫敦大學頒發學位了 不然妳就不理會怎樣 誰有權力說這是真的假的 是妳嗎還是倫敦大學呢 我用這個做個最簡單的比喻 會講這樣的話的人多半都是英粉嗎 這英粉很多都是幾十年來 什麼 228無益不遇啦 反蔣介石啦 無益不遇啦 這些東西 對不對 那我就舉他們最在乎的例子來講 以228為例 每一個槍斃的人都有陳怡簽名啊 每一個槍斃的人都有蔣介石說 槍斃可以啊 每一個槍斃的人都有名有姓 背後都有檔案資料 也都有說他們犯罪的事實啊 那照你們的邏輯槍斃不是剛好而已嗎 因為 政府當局都有安罪名啊 司法單位都有審判啊 然後呢 蔣介石都有批准啊 在當時的整個 權威機構 當時的國家機器 經過各種各方面的認證 他們就是叛國 他們就是匪諜 他們就是該死啊 我請問妳 你們的邏輯 如果成立 那今天為什麼要平反呢 國家說了算啊 那 為什麼我們今天談228 為什麼今天要談 兩獎的功過 為什麼要平反 為什麼要追究歷史 所以 今天所有人用 英國倫敦大學都已經認證了 或者當然沒有 假設英國倫敦大學哪天被逼得狗雞跳牆 也真的認證了 用這個 來證明今天我們不該追論文門 完全是 邏輯荒腔走板 正因為我們是一群信守公平正義 不在乎 毀譽 也不會 只有立場沒有是非的人 所以我們才要根據事實追到底 不管妳倫敦大學是什麼看法 不管妳英國女王是什麼看法 妳沒有論文就是沒有論文 妳沒有論文就不應該授予學位 妳這個過程當中有賄賂 有抹黑 有各種東西 我們就是要追到底 跟妳英國倫敦大學CIA 美國總統拜登挺他 有挺不挺他 我都無所謂 我們就是會追到底 所以這個邏輯很清楚 今天呢我看了這個 有一位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永久會員 就是王泰澤博士 他是宇宙政經學院裡面一個非常 非常強而有力的發言者 他呢就回答了一封公開信 在明報上面 他是這個星星大提的 松年學院的創辦人 在海外 你說他是阿強的同路人 那就不必了 他比你我所有你看得到的人 在長年以來更愛台灣 更獨 更堅持台灣的主體性 所以要抹紅他 我看很辛苦啦 他說了一句話 他的題目叫做 爭論論文門的是非真偽 然後如何才叫做做法合理 因為是科學家嘛 所以我們很在乎的是 過程 我們的做法是不是對的 所以他這一篇文章的意思是說 要來爭辯論文門的真偽 怎麼樣才叫做做法合理 進段廣告 我們來看看 論文門走到今天 怎麼樣的論證邏輯才叫做做法合理 馬上回來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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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r impulse is to go alone Chasing after a better view Together we will take this open road Cause I believe in you Pack up your things because it's time to go We'll take this highway, me and you Each morning I'll wake up and love the way That I believe in you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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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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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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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es, I believe in you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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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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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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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es, I believe in you Yes, I believe in you Yes, I believe in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et's share these memories and laugh a while The things we did at 22 I know we'll find a way to make it right Cause I believe in you I know we'll find a way to make it right 关不了政经 要分享在明报上面刊登那篇文章 是北美教授协会的永久会员 王太泽教授的一篇文章 他的题目其实是提供很多 论文门争辩的人一个逻辑上的思考 他的题目叫做 争论论文门的是非真伪 如何做才算是做法合理 回答一位有人的一封公开信 今天在讨论论文门的这个 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意见市场 一个opinion market 一方面是方心为爱 一方面又是尘埃落定 怎么说呢 方心为爱是因为越来越多证据出土 越来越多人从漠不关心 从看好戏到开始慢慢深入了解 所以开始会有更深入的层次的论辩 开始产生这是好现象 这个就是于不移处有移方式敬意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论辩 想办法探究真理的一个很好的过程 但是一方面又已经尘埃落定了 因为证据出土早就已经数枪数十枪毙命 其实不需要懂论文 也不需要懂学位 也不需要懂博士 也不需要懂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我只要用欧巴桑的逻辑跟你辩论 一个这么沾沾自喜 说自己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是一个多么令人惊奇的一个求学过程 一个多么罕见的一个学位 1.5个博士学位 教授都称赞不已 然后在最短的时间拿到博士学位 在1980年代 你要拿到一个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 是很了不起的 那时候刘洋的博士回到台湾 真的也不多 这么珍贵的一个东西 毕业典礼没参加 没有任何的家长 有人跟他合照照片 唯一说的一张姐姐陪他照的这个照片被抓包 那个明明就是在美国的Boston 不是在美国的伦敦 然后这么棒的一篇论文 拿了1.5个博士学位 结果呢 结果三个证书 通通不见 通通都是补发的 5个论文题目 现在法治第6个第7个 6个毕业的时间 我们本来说5个 后来发现6个第7个都出来了 毕业时间又不一样 这么珍贵的一个人生经历 既然都不拢 全世界找不到他的论文 最新的版本 2019年6月份才拼凑出来的 结果一看 拼拼凑凑 漏叶漏码 立可白 图 错了五六百个字 到现在我们每日一词 已经一年半了 还没讲完 这是逻辑的部分 好那怎么争论 在知识分子的脑海里面 良心上面要怎么争论 王太泽教授提供了一个说法 他说他先贴了一些梗图了 他说 这整个东西其实是 林环强教授的脸书的连结 还有彭文正教授的这个 政经关不了里面也曾经提到 提到什么呢 他这个梗图就去贴了两个部分 就是 但是明明就是一封信 怎么一封有人签名 一封没人签名 一封有地址 一封没地址 他就把这两个兜起来 然后用这个东西 当成一个思考的模式 他就说 现在很多人呢 都说 伦敦大学都已经承认了嘛 那那这个你还有什么好讲 到底谁说了算 所以他就说 当你问我说 你有没有像 University of London 伦敦大学求证 你所提到的两封信 不是这个学校所做的这个版本之前 你就自行指控蔡总统 是蒙混欺骗 这样做法合理吗 问这句话的人 我说你不是装睡觉不行 就是你要不刚出生 我们从林环强教授 2019年6月份到现在 刚刚好满两年啊 我们不知道发了多少信向 英国伦敦大学 还有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去求证 我先不讲林环强教授五十页报 我个人写给伦敦政经学院的法律系的每一个教授 还有退休的教授 通通加起来各位猜猜看 有几个人理我 一个 一个人理我 这个人是一个退休的老教授 他竟然回我了 我很开心 我去跟他对话 他吃吃乌的最后跟我讲 他说 Oh I'm too old 他说我太老了 我很多东西都记不得了 好 他说我是 我想要帮你 但是我真的记不得了 后来我还鼓励他 我说你还年轻啊 他说他八十七八岁吧 我说你还会用email 你真是年轻啊 后来他就跟我来来回回了几通信 但他的意思就是说 听起来非常不合理 但是以他现在手上可以有的资源 跟他的能力恐怕帮不了我的忙 我们就结束了我们之间的一个对话 那后来我再写信给他 他就没有回 不过 零零星星有跟 我们海外宇宙政经学院的同学们 有在联系的人还不少 我打个卖个关子 还包括蔡同学的同学在内 但是就如同这位教授所说 你为什么不去跟英国伦敦大学查证呢 英国伦敦大学到目前为止 唯一公开说过的一句话就是 揭露蔡同学的口试委员 会造成他的distress跟damage 伤害跟痛苦 就这样而已 period 其他的呢 政经的答案 他正经的 一句都没有 完全没有回应 要么就说被狗吃了 这个remodel reconstruction的过程当中呢 misshelved or you know missing 这个学校呢 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不敢正面回绝的 所以才会说 也许是这样 也许是那样 所以啊 这位北美教授协会的会员去问这个王太泽教授说 你为什么不去跟伦敦大学查证呢 这句话我就说了嘛 你要不就是昨天新生儿你要么就是装睡 叫不行 大家透过各种管道包括我们的律师 包括我们英国的律师都写信给英国伦敦大学 他都在装死 这从头到尾都在装死 不敢讲一句确实的话 东闪西闪 一会儿隐私 一会儿问michael richardson说你是哪里人 一会儿说这个年代久远 一会儿说这个经过几次装修可能会不见 那我们就说你不装修不见 那你的metadata总在吧 入管记录总在吧 他说我们也也搞不清楚这个东西 到目前为止很 当我们问到了一个关键核心 就告诉我们说这是个人的隐私 michael richardson就问说那奇怪了 一本书进到图书馆的metadata 怎么会是个人隐私 他们就不回应 这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要回答你们说的 你们为什么不跟伦敦大学查证 答案在这里 我倒要反问这些1450817 你们如此捍卫那本无中生有的博士论文 跟那个凭空想象的博士学问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查证 好 你们都相信有吗 请问你是要找有的东西比较容易 还是找没有的东西比较容易 你要证明这个人活在世界上比较容易 还是要证明这个人不存在 这个阿飘不存在比较容易 好我们再接下来往下看 接下来呢 这个王泰泽教授就说 他说这个问题啊 你为什么不跟伦敦大学查证合理吗 那王泰泽教授就要问了两个问题 他说第一个 如果伦敦大学否认这两封信是该校拥有的版本 那为什么蔡同学会有这两封信 第二个 如果伦敦大学确认这两封信是该校拥有的正式版本 那我们就要问 为什么会有两封信 一封有人签名一封没人签名 而且发信的日期都是1984年的2月8号 到现在呢37年 这就是一个学科学的逻辑论辩嘛 我先不管你去查证不查证 我们现在问伦敦大学 这是不是你们的 如果不是 那蔡同学为什么会有 伪造文书嘛 如果这两封信都是你们的 那我请问你为什么会有两封 为什么会有一封有签名 有一封没签名 我再问你一件事情 一封没有签名的文件 一个学校怎么可能漏给你 对不对 一封证明你什么拿到学位也好 证明你是无敌 无敌女金刚霹雳超人也好 草稿怎么可能给你呢 所以这个事情 不要用逻辑来想吧 我觉得 用萝卜来想也知道嘛 好再来 他说 所以呢 这个王泰泽教授就挑战这些北北北 彼美教授协会的音符 说 你去请教蔡总统 出面指控我的消息来源 这个林环强 并且啊 呃 向大众澄清 这里面很多的这个 植原形化的变造的地方 他们的意思是说 你去问蔡同学 你为什么要来指控 这个三个学者 好当然到最后蔡同学 横尾算一算 要打击縮小面 就只留一个人 就是我就是我被告 我很开心 因為我年輕力壯 沒事幹 其他兩位望中失靈的學者 都還有很多的事要做 这个忧國忧民的事就交给我 这个诉讼交给我 我是开心到不行 好 接下来 王太子教授就说 你们这些英粉 不要动不动就拿这个伦敦大学来当盾牌 你们自己不质疑 你们不去向伦敦大学求证就算了 却常常叫别人去求证 你叫别人求证也没有关系 我们求证了快100次了 对不对 我们问了不少快 不是只有我 我林环强 贺德芬老师 徐永泰博士 还有我们海外还有好多人 北美有几个人 还有王太子教授 还有很多人 他们都透过直接间接的方式 第一个跑到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去匹庞的人 大家不要忘了 刘仲毅博士 他去 后来林环强教授 徐永泰博士陆陆续续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啊 他说这种片面固执的坚持叫做合理吗 他说难道你不知道有变造的这两份信件来源不是别人 这是蔡英文本人 就说你拿出这封信的人你要证明这是真的呀 你不是拿出来拿在那个塑胶袋里面晃一下 叫别人说叫他叫别人证明他是假的 对不对 我其实告诉蔡同学即便你在塑胶袋晃一下 你都漏了很多的破绽 真的高手在民间 各种各样的这个福尔摩斯所留的眼里去查看一下留言 你就知道你暴露了多少的弱点 好再来 再说无论universe of london 伦敦大学是否确认或否认 都可以证明1984年的时候的蔡英文就有意要棋混 蒙混欺骗 好 所以王太泽教授的一个逻辑就是说我们别的先不要讲 就拿这两份同个日期同样内容的两封信 如果出自伦敦大学那怎么会有两封 如果不出自伦敦大学呢 你怎么会有 这不是很奇怪吗 好 所以他说你们这些英粉你们应该不是叫我们去问伦敦大学 应该你们赶快出面问蔡同学 为什么这两封信的来源都是他自己 35年后两者出土曝光 前后相隔达19个半月 意思就是说 这两封信一个是在2019年9月4号的总统府记者会 开始揭露那封没有人写的 没有人签名的信 这封信随后被附在放进国图的那一本 this is a book 而国图的馆长副馆长很瞎的把这一封信作为这本书是论文的根据 就是这本就这个没有人签名 被我们在陈学生委员的公听会上大声的质疑说 这叫做阿飘文件没有人签名怎么能算数 结果国图馆长那个时候 没讲话嘛 大家还记得那个画面嘛 对不对 那么不信我们再来一遍嘛 我们再来看一遍 那时候我们质疑说 这没有人签名的阿飘文件 国图副馆长就不知道要讲什么 来我们看这一段 因为蔡总统的这一份学会论文的电子档里面 他附了两份证明文件 一份呢就是他的口试通过的这个证明书 另外一份是学会论文 博士学位的通知书 所以他有这两份 他有附了这两份证明文件 洪先生已经提供了三份不同年代 不同签名的博士论文 你看到是哪一份 依那一份收藏的这个 论文 没有啊 我们就是没有看到 我们就只看到那两份而已啊 只看到那两份 对啊 没有看到博士论文 博士证书没有看到 没有没有看到啊 再讲一次你们取得是哪两份 就是论文口试通过证明书 取得学位通知书 好 没有签名啊 没有签名啊 因为呃就是有他的授权 这样子 了解了解 因为他出来的时候是PDF当整个 好你们诚实回答就好了好不好 好 这是第一次出土的时间 好在去年年底第二次出土的时间就是谢谢黄伟检察官 因为起诉我不起诉我所以我去阅卷 阅卷的结果去阅到了这一封 这一封信 请问不是蔡同学拿出来的难道是谁拿出来的呢难道这封信是英国伦敦大学直接寄到教育部直接寄到东吴大学这封信收建地址不就是蔡同学本人吗不是阳明山上的地址吗一封有签名一封有签名一封没签名一封有地址一封没地址那个有地址的写的就是阳明山嘛所以这封文件也是蔡同学拿出来的嘛对不对是拿给东吴大学还是拿给东吴大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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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吴大 这两份文件相隔了19个月一个是去年一个是前年年底一个是今年的年终就是2021年的5月份至少5月份以前左右嘛好通通都是蔡同学拿出来的那不就结了吗那你应该要去问蔡同学你为什么会拿两份不一样的东西出来呢一样的东西啦但是没签名有签名有地址没地址嘛 所以这才是研究方法跟逻辑嘛不是要我去问伦敦大学因为蔡同学你拿出来这个东西不具表面效度嘛叫face validity就是一看就知道有问题所以怎么办呢先请你这个拿出来的人先说明这个东西的证据力等你证明之后如果我还有质疑我才去问伦敦大学这不是才是真正的逻辑吗对不对就好像有一个人拿假钞出来买东西被警察抓到 结果这警察一看你这就假钞嘛为什么呢一边有印刷一边没印刷这就假钞 结果警察跟这个小偷说你为什么拿出一张有假有有印刷一面没印刷的结果旁边有路人假说哎不对不对不对警察你不应该这样子问 你不应该叫这一个嫌犯解释为什么他手上这张钞票是指印了一半的你应该去问中央银行这个指印了一半的钞票是不是中央银行发行的 这就是今天北美教授协会的这一些因粉们的逻辑跟智商啊你怎么办你说你说你怎么办我们同样是拿到博士的虽然没有拿1.5个博士的可是有人智商跟逻辑是这样子的时候你说你该怎么跟他辩论呢好 他说很简单啊他说这个部分其实你一看你从这个搜证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知道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嘛那这篇文章当然还有其他的逻辑我们有空再来慢慢分享答案很简单先叫拿这一个没有具有表面效度一看就知道因为一个有签名一个没签名两者之间最多最多最多只有一个为真嘛那只有一个为真另外一个就为假嘛另外一个为假的理由不是伪造文书就是有什么引刷的原因 所以先要让这个拿出来的人先说明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对不对等他说明了很有道理之后如果你还质疑那你再去问伦敦大学这样不是这样吗所以这个逻辑很清楚这是基本的研究方法好今天要来看看呢this is a note 但this is a note 之前我来分享蔡同学在instagram上面呢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念一下啊 My heart goes out to all those affected by the tragic building collapse in South Florida Unbehavioral people in Taiwan I want to convey my hopes that the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s as the site can save the lives of those still trapped 因为在南佛罗里达呢在海边有一栋大楼倒塌所以蔡同学在instagram上发了一篇文章她说My heart goes out to all those affected by the tragic building collapse in the South Florida 她说我的这个习客心心所系呀就都跟着你们这些在南佛罗里达倒塌这个大楼的人的是同感同样的感受 我代表台湾人民传达我的一个希望希望你们的搜救跟各方面呢都能够有好的消息 好一等完这篇文章之后呢有一个叫做有一个人叫做Rick Concent 这个应该是个老外他名字叫Rick Concent 他马上回了一句话非常有道理在网络上疯传 蔡同学你的心哪跟全世界人都在一起除了台湾人民 意思就是说你到处表达一会儿这个跟拜登的狗一会儿跟佛罗里达的这个灾民 但是你的说你的心呢go everywhere with people except except就是除了你的心到处流啊除了台湾人民之外意思就是说外国人外国有人也都看出来你写的必杀棒 你的心到底有没有放在台湾人身上如果有的话你就不要再继续骗 自己明明打了疫苗根本不在乎然后就告诉大家说国产疫苗也不急啦 进口疫苗也无所谓啦大家慢慢来啦 这就是今天的蔡同学一个从小骗到大 say hank 桃班 补多 hank 骨胃郎 这样的人继续骗台湾台湾还有多少本钱可以让他骗下去 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每日一词今天的每日一词呢要看看三百三十四页倒数第八行 左右数来都是第五个字出现一个怪字叫做abundant abundant 原来要讲的是一个初一的单字叫abandon abandon abandon就是give up 什么意思呢 to leave a place thing a person usually forever abandon abandon 就是我们要放弃这部车子了 abandon呢它的造句是we had abandoned the car 就是我们要放弃这部车子了 abandon呢它的造句是we had abandoned the car we had abandoned the car 这是今天的每日一词 今天要跟大家传递的分享的上帝的话语是在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 要勉励所有的人要特别告诉菜犯罪集团 圣经上上帝的话语神说 因为人所做的事 连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是善是恶 神都必审问 人所隐藏的事 一切的事 无论是善是恶 神都必审问 跟大家共勉 祝大家平安喜乐愉快的又晚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